央代岗希望日本人可以来台湾旅游 中华之邦的统一师队他们也去旅游了 全队是飞到了关岛去度假 不过还是有人必须悲情地留在台湾工作的 其中就包括了高纸刚还有刘富豪这两位人气举行 对不但被丢包不能参加员工旅游 还要来工作真的是心里头蛮奥的 不过还是很敬业地在台北参与了球迷见面会 不过感受到了现场球迷的热情 也让他们暂时忘记无法出国玩耍的一股元气 戴着墨镜帅气出席签名会 中华之邦统一师队球星高志刚和刘富豪 在其他队友出国游玩的同时 还得待在台湾继续工作 两人难免有些怨气 队友在那个脸书上打卡 说那边多好玩丢一些照片什么的 那没关系啦 消毒会中的 其实跟大家一起玩就是蛮期待 因为很难得因为冠权之力嘛 对啊 有了有了 虽然不能飞出国苦了这两位球星 但却乐烦了球迷 因为球迷们不但可以和他们互动 玩九宫格游戏 还能获得近距离合照的机会 连小朋友都难挡着两大球星的魅力 小破球技超棒 然后至刚是因为他国手经验很丰富 然后你看他国际赛的表现都非常棒 至刚小破加油 明年我们一样要拿冠军 除了和球迷相见欢 高志刚和刘富豪 也在他们代言的包包上签名义卖 并且把所得全部捐给早场儿基金会 两人在和球迷同乐之余 也不忘兼做公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